卓西乡公所从110年到113年 有提供年轻人就业机会 也就是文化遗址维护管理工作 现议员金淑敏他表示 民政小组编列很多经费给乡公所 不过近期立山村哈比遗址 和适丰水利发电工程两者关系冲突 金淑敏表示很担忧 希望县政府还有公所都能够重视 卓西乡公所从110年到113年 有提供年轻人就业的机会 也就是文化遗址维护管理工作 华丽县议员金淑敏表示 华丽县民政小组编列很多经费给乡公所 不过近期立山村哈比遗址 与适丰水利发电工程两者关系的冲突 希望县政府以及乡公所能够重视 我们在担忧的是 这些文化的遗址 如果把那个土资演运到别的地方 假如演运到山民 那是不是未来20年后 我们的子弟就说 我们布农组的遗址都已经 曾经在山民这个地方 有千年的遗址到处落地生根 县议员也希望在有经费的益助之下 能够友善的来利用 并且能够爱护妥善来处理 所以我们希望说既然有这笔经费 维护保护我们的遗址呢 我们希望呢我们大家一起来保护我们现在 就是很可贵的 也就是哈比遗址还有伦布山遗址 虽然世风发电潮已经避开哈比遗址 但为了保存遗址的完整性 先议员非常的担忧以及关心现况 希望县部以及有关单位 能够好好监督并且追踪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